近段时间以来,我们密切关注香港形势的发展,特别是在21日发生了示威游行及暴力事件以及激进分子冲击中联办的事件。 对此,港澳办已经做出了回应,部分激进示威者的行为,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,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,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东方之珠不容颠捕。 关于你的具体问题,在驻军法的第三章第十四条已有明确规定。